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尔邦维克多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受到了印尼总统佐克·维多多的接待 两国政治家在雅加大的总统府里进行了双边会谈 除了欧尔邦维克多以外 松亚利外教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多·彼得 和松亚利驻印尼大使帕赫·优迪特也参加了会议 在此之前欧尔邦维克多在日热举办的 曾经命为基督教民主国际 现在称为中间派 民主国际组织的领导会议上做出演讲 总理表示 向如今在欧洲很难保留自己的身份 主要的问题是在一个欧洲领导自由政治力量 不断施压的同时 我们如何可以保留民族和基督教身份 迪亚克·丹尼尔在本台表示 热热的会议带来了很好的机会讨论基督教民主 向往哪个方向继续发展 或者讨论亲民门党的欧洲人民党成员一事 分析家还表示现在的问题是 亲民门党将是否保留在人民党之中的成员身份 迪亚克·丹尼尔补充到 除了欧尔邦维克多以外 在过去一年中还有其他重要的亲民门党政治家 和欧洲议会代表们尽全力改变欧洲人民党 但根据目前的趋势 组织性的政治方向将不会改变 印度尼西亚和匈牙利建立了 5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 促使匈牙利公司参与该国的道路开发和水资源管理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谢亚多·彼得表示 尽管地理距离遥远 但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发展显著 匈牙利公司在印尼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他们提供高技术标准和高付价值 匈牙利从欧洲投资银行获得500亿福林贷款 用于教育发展将建立8所新学校 其中16所将扩建 还将建立体育馆、游泳馆和手球馆 学生们在这一所位于比亚托巴基的小学中 正在新的教室中参加英语课 在近期这一所教育机构经过了大规模的现代化繁星 通过十亿福林扩大了老的建筑 并成立了十几个新教室 欧洲投资银行也承担了费用的一部分 学校现在正在考虑新的发展 很久以来我们的梦想是成立一个数字教室 但根据现有的信息 学校将会获得机会实现这一梦想 匈牙利政府与欧洲投资银行旧改革教育基础设施 达成了总额为五百亿福林的贷款宽额协议 通过该资金可以建设八所新的学校 扩大十六所现有的学校 并建设二十个体育馆 二十六个学习游泳池和十七个手球场 沃尔高米哈尔表示 本次的并不是欧洲投资银行为本国第一次提供的贷款 在2016年两方就达成了类似的协议 当时的贷款金额为一百五十亿福林 通过该资金建设了或者翻新了 实际所、学校、游泳馆和幼儿园 本次总额为五百亿福林的贷款 银行以长期和利息较低的条件下为生涯力提供 好一杜博·塞尔梅尼举办艺术家马克西·周尔丹 1920年至1990年之间完成的水彩、粉彩画 以及铅笔和水墨画 展览纪念艺术家逝世20周年 特殊作品将在2月20日之前在文化中心的画廊中展出 最后一位匈牙利国王卡罗伊四世 于1916年12月30日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 1926年发起和组织卡罗伊四世 蒂豪尼国家纪念委员会 1960年卡罗伊四世的十字架受到破坏 在1992年至2000年之间 通过公共捐款十字架获得重建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